很多時我們說明白對方 但我們又有沒有積極感聆聽他的聲音呢? 我小時候患過腦癌 又眼濕去了白城的視力 令我明白到 很多經歷過痛苦的人 很需要有人同行 才可以堅毅骨骨地走下去 2020年 我和一群視同道合的同學 成立了關注精神健康組織同行業 目的是希望透過不同的義工活動 例如敬請情急病患者 以第一生的角度去分享 幫助同路人處理情緒困擾 另外建立不同的支援網絡 和透過不同的機會提供正向的資訊 希望大眾增加同理心資源 亦都學習助人的技巧 幫助到身邊的人 堅毅骨骨感 並堅同行 就是香港精神 成立了 聖誕 重播 令人 希望 瑞末